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从小就被俄罗斯黑帮控制着 在黑帮的眼里 女主只是赚钱工具 所以每天都让他拼命的工作 男主虽然看在眼里 但也不能轻易的出手 毕竟自己也是好不容易才退出了江湖 而不管怎样 反正二人经常在一起聊天 大发无聊的夜生活 但突然有一天 女主竟然没来咖啡馆 这男主感觉很不习惯 在调查一番后才得知 原来 由于工作上的失误 女主被黑帮狠狠地教训了一对 住进了医院的重症监护室 让男主很伤心 于是一咬牙 就拿出了自己的全部积蓄 9800美金 来到了黑帮的地盘 希望能用这些钱来帮女主赎身 结果黑帮头目根本就不拟咬他 还声称女主两星期就能赚出这些钱 并让男主拿着钱赶紧滚蛋 而灾货也是这么发生的 男主给了这些黑帮粉丝机会 他们不要 自己也没办法 于是立马就关上了大门 打开了手表计时器 并黑帮打了起来 由于男主的动作招招致命 所以黑帮根本没有一丝机会 仅用了19秒钟 男主就劫过了所有人 这件事情惊动了整个东海岸 而事实上 男主袭击的只是一个黑帮的据点 远在俄罗斯的老大 立马又派出了一名顶级杀手 过来摆平此事 这家伙呢 名叫泰迪 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魔头 他立马就根据线索 追查到了男主的头上 并派出了几个小混混发起了袭击 想以此来摸清楚男主的实力 紧接着呢 又派人潜入了男主的家中打难情况 而这一系列的折腾 虽然没伤到男主 但却搞得他鸡犬不宁 连家都回不去了 男主呢 终于下定决心重出江湖 并从一位贪污警察下了手 这家伙呢 常年与俄罗斯黑帮攻击 男主随武力逼迫 让他引路 来到了黑帮的据点 表面上这只是一个屠宰场 但进去后就会知道 这里堪臂银行的金库 黑帮从街头收来的钱 都会拉到这里来集中处理 十几个中国大妈 没日没夜的吹着风扇 数钱都数不完 男主呢 自直接将据点给一窝端了 而随后赶来的警察 在包抄现场时 更是被买屋子的钱惊呆了 估计普通人做梦 都梦不到这么多钱 紧接着 男主呢 又炸毁了黑帮的邮轮 赤地断了他们的残路 而男主做这些事情的目的 就是为了警告黑帮 不要再追杀自己了 否则后果很严重 但黑帮老大不但不听 还愤怒的让泰迪 抓紧摆平此事 泰迪呢 没有办法 只能来到了男主上班的仓库 并将他的同事抓围了人质 想以此来要挟男主过来送死 人质根本就吓不到他 男主立马就赶了过来 虽然泰迪这边人多是重 但别忘了 这个仓库可是男主上班的地方 没人比他更熟悉了 况且仓库里 各种能用武器应有尽有 所以男主轻松就救出了人质 还顺道解决了一帮杀手 只有一个胡思状态比较难传 男主费了很大的力气 才摆脱了他 此时呢 一名胖保安也壮着胆子过来发忙 却没想到成了累赘 泰迪呢 则开始死命的追杀他 幸亏男主及时出手 并钉枪 一枪射打了泰迪 泰迪呢 还是不死心 又站了起来 结果男主又是一枪 直到泰迪流血死去 紧接着 为了彻底解决这个烂摊子 男主索性就来到了俄罗斯 并干净利落的杀死了黑帮老大 这个老大呢 到死还在呼唤着自己的手下 殊不知男主早已将 一别墅的杀手都解决了 影片继续 摆脱黑帮控制的女主 则开始了崭新的生活 并追求起了当歌星的梦想 让男主很高兴 灭了一窝的黑帮 好歹算没白费 女主终于走上了正道 故事呢 到这里也结束了 本片的动作场面干净利落 男主简直厉害的没朋友 全程没用一把枪 就团灭了一窝俄罗斯黑帮 敢为就这实力 还有谁不服